7月21号上午正在建设中的新疆库尔勒至青海戈尔木铁路 在新疆八州境内的阿尔金山无人区全线铺轨完工 随着连接格库铁路新疆段和青海段 随着连接格库铁路新疆段和青海段的最后一根铁轨缓缓落下 全长1213公里的格库铁路全线铺轨完成 作为新疆南疆首条出江铁路大通道 格库铁路于2017年开工建设 先后穿越台特马湖百里峰区阿尔金山高寒无人区 施工人员客服强风低温沙尘等极端天气对工期造成的影响 如期完成了全线铺轨工程 在格库铁路建设过程中 铁路施工单位想方设法把铁路建设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影响降到最低程度 在修建塔里木河尾驴台特马湖特大桥过程中 施工人员通过科研公关设计制造了国内首台桥梁倒桩龙门架底盘 大大缩短工期 在阿尔金山无人区施工时 格库铁路专门为生活在高寒山区的野生动物流出了迁徙通道 据了解 随着全线铺轨工程顺利完工 格库铁路今年10月底将暗期建成通车 格库铁路建成运营后呢 从库尔勒到格尔木的铁路运行时间 将由过去的26小时压缩至12小时 形成我国的又一条路上大动漫